台北市環保局 11月2號 中油細紙 它的油管擴裂 造成炒爛系 跟內溝系統的大量的油汙 進入基隆 新北市端 原先已經做好相關的 維堵措施 我們台北市環保局 在11月3號一早 也在新北跟台北市交界南大橋 鋪了兩道的燃油鎖 防止油進入 後來因為11月3號 跟11月4號的一早 細紙跟南港地區 造成細紙端的燃油 overflow一流出來 跑到台北市端的基隆盒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即刻做緊急應變 要求中油馬上在當天 在所謂大家 畫面後方的這個 賣出來一橋 還有這個更下油的成河橋 布置燃油鎖跟西油鎖 我們現在處理是 新北市細紙的草蘭溪 那基本上草蘭溪是個野溪 那除了前面那個 入口的部分是有 比較大的一個香含以外 那下面的部分 都是一些泥土 還有旁邊是一些農田 那我們目前處理的方式 在前端的部分 大概已經處理的差不多 大概有一半的一個溪的 溪流的部分 都已經那邊處理的比較乾淨 那後邊的話 我們緊張把油趕到 這個抽水站這個地方過來 那油抽水站這邊 做一個防線 把那個這邊的油 我們洩漏的油 在這邊做一個抽取 那在抽水站的前端的部分 那個出水口部分 我們做比較好的防腐 讓這個油料 就攔截在這個草蘭溪的部分 不要讓它這個流到基隆河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工作 那目前這個處理的情形 大概目前的狀況都還算不錯 那都符合我們預期 但是這個部分 因為整治的部分 它溪流的那個長度 還有它的彎曲的情形 所以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才能夠做得比較完整 那我們會持續的努力 預計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預計的話 我們整個整治的部分 大概需要三到五個月 那我們儘量在三個月以內 把它處理完成 另外我們在這個 最主要的油料洩漏點 在這個汐止中心路 183巷這邊的時候 目前的進度 我們已經 這個管線都已經換完了 然後上面的都 已經開始在做回天 那今天晚上的部分 我們會把這個 柏油路面會打起來 然後整個大概有六米左右 可以雙向通車 那因為其中有一部分 是排水溝的部分 我們還需要等這個 高速公路局 同意以後 才會把那邊做完成 那預計整個 可以回復到 原來的一個道路情況 是在這個月二十五號左右 在基隆河的河段的部分 經過三天的努力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 到的河面 我們有三道的這個 藍油鎖 那其中有一道是藍油綿鎖 那個可能看不到 那情況就是有控制住 跟昨天相較起來 所有的油我們都已經 大概清上岸了 那剩下的部分 可能就是在一些 消坡塊這邊的 我們也有使用水刀 現在來做清理 那會匯集到 我們的下游這個地方 我們各位看到 清理人員在這邊處理 原則上 我們會盡快的 加快腳步 來避免就是說 把這個時間拉長 盡量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所有的河面上的油 清理乾淨 而且我們也有信心 我聽說 有一些油霧已經到了 那個什麼三角度 到了那個 那個什麼 圓山那附近 那個你們有去看過嗎 是的 那部分 就是因為 船 那個工作船 幫我們來協助這些 救護信員的時候 他要通過這個燃油所 那通過燃油所 勢必燃油所裡面的一些 還是會往下游 不過 在這一部分 這個麥帥二橋 往後的話 我們在 承德橋那邊 也有步舞一道燃油所 那所以後面的 大概會有一些 這個 油花的部分 後面 每天我們都派兩艘工作船 在下雨來做收集 再怎麼樣 他也會 在 陳德橋這邊 也備擔擠住 這在我們台北市航寶局的多處底下 這幾天 中油分別 第一天派了這個 十二艘船 五十人 第二天派了這個 十四艘船 七十六人 昨天派了十四艘船 八十五人 今日派了十四艘船 一百五十六人 而且也把他的協力廠商 包括這個清洗油草等 相關專業廠 它呢 掉到現場 那現在我們這個基隆 和這個河面的油汙呢 大致已經清楚乾淨 我們台北市環保局呢 每日的上午下午 也針對這個基隆 各個段呢 做一個水質的監測 目前水質狀況 跟過去並沒有這個太大的差別 融氧也在五點多左右 所以還算正常 那至於生態這個部分呢 我們沿河岸的這個 這個區隊的隊員呢 也都有得到一個訊息 一個動物保護救援專線 如果發現這個動物受到影響呢 馬上洪老人 我們自動好處理 做個救援 目前沒有發現 受到影響的這個動物 那我們這個 在要求這個 中有權力中有的儲物底下呢 到今天為止呢 目前已經清除 大致OK了 那剩下的部分呢 我們這個 中有部的這幾道欄儲存 我們會持續 要求他付下來 那我們相信呢 在這個 我們要求這個 中油公司呢 強力的一個 廚屋呢 跟這個清除底下呢 目前這個基隆河呢 應該已經恢復 過去 沒有這個 有大量的遊物 這種狀態 在這裡 三面 一會兒 好 沒有這個 對